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 台湾已经出现了第一例的 武汉肺炎的案例 现在大家都说防疫是同作战 而郭台铭他本人 在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事业 有很多的员工在那里 今天鸿海尾牙 郭台铭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呼吁说 现在先不要去武汉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希望武汉回来的同仁 包括他的眷属 都今天不要来参加晚会 我们把这录影带录好给他看 我们把他隔离 让他在家里 跟他的家人 简一片的都做到了 还有呢 有没有同仁 在两个礼拜 以前 两个礼拜以内 到过武汉的 有没有 在座 在座同仁 有 你们赶快 来跟公司登记 回家 回家休息 因为这个事情的 这个传染的速度 传染的力道 不会亚于SARS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台下时候参加尾牙的同仁 全部都戴着口罩 就想吃饭的时候再拿下来这样 而且刚才这个郭董 一开始讲话就 我们大家都好紧张 郭董应该不用隔离吧 然后他是不是也要戴个口罩 其实现在就是变得有点 其实是在这个紧张中 有一点点有轻松 就是大家就是轻松面对一下 咳嗽应该可以吧 我现在在捷律上 我都不敢咳嗽 我都一直忍 一直忍 我很怕别人会告诉我说 你要戴口罩 口罩还是要随身携带 不过郭台铭他有讲到一个重点 刚刚其实郭台铭讲话很直白 他有讲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这是可以注意的 他说大家过年不要去大陆 这个病就是武汉肺炎 这个病他觉得是可以控制 但大陆的器材不够 所谓器材可能是检验 或是各种防御的器材不够 药品检验器材不够 我记得SARS黄河以北都没有 都就是没有传过去 这是他说的 但这一次有点失控 准备多点药品器材 大家过年都不要去大陆 因为郭台铭毕竟 他在中国大陆很久了 SARS他那时候也有经历过 他的经验是说 那个时候SARS黄河以北都没有 这一次北京也有 南部也有 看起来有点恐怖 是不是 来 叶老师 不要去大陆 我也是赞成 因为你不知道 他扩散的什么程度 资讯应该是透明 但是不太确定 你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那至于说这个 这个大陆 这个我没遇见 好像他员工 他要管他的员工 你觉得太好笑了 不是 就太夸张了吗 像他这样子 他说有没有人从武汉来的举手 我们还想说是不是要把他驱离了 不是 十四天 那他自主管理并不是说 要躺在家里不要动 只要不要频繁的接触人 不要并不是说连上班都不能上班 我如果做的是电脑的工作 不要去做那种服务人的 我们两个病人或什么 可是我们听到郭董讲的话 他比较像卫福部长 第一个就是你在家好好休息 意思就是你不要给我出来上班 他可以 有心假吗 但他讲这句话也是 他对他原来 他讲这句话是要保护 其他健康的员工 不要受感染以后 反而会影响到我的公司实力 第二 他讲一句话说 这次疫情不亚于SARS 郭台铭讲的话是很直接的 所以到底我们现在三级防护 是不是要再往上提升 郭台铭讲的话 对照了政府跟郭台铭的心境 是不一样 你看郭台铭对于全场 我们刚才开玩笑讲 如果现场有一个人举手 是不是当然要被驱离 坐到旁边吃饭的人 都一起把他拉走 所以到底谁对 郭董讲的话 我绝对的影响性 绝对超过我们卫福部讲的话 不要掉以轻心 真的 到目前为止 这个病的传染的情况 如果都是真的 他的感染力没有SARS那么高 因为SARS连坐电梯 连坐飞机都会感染 目前没有发现说 那么很短暂的接触 就会传染 然后一散出去的 并没有造成 还没有 还没有造成本土性的个案 而且没有第二波 所谓第一波 大概就是医护人员 就是家属 会社区那就很严重了 社区就是不特定的人 不特定谁都会给你传染 到目前人第一波都没有 还没有到第二波 所以目前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下自己 就是一开始就把它当做 已经在第二波的传染 有那个情况 当然自然就会发布说 我们现在已经到哪个地方 郭台银在发布假新闻 所以我们要相信政府是不是 他对他的员工 他对他的员工讲 你全国你这样搞 不是 那个是被人要有信价 我跟郭董的用意本身 可是这不应该是 你在大聚会的时候讲 你应该没聚会之前就要讲 你还会发布 你怎么要等到大家 全部群聚了再讲这件事 这不是有点奇怪 其实郭董的发言 他有一点点 踩到法律的灰色地方 因为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 里面有规定说 如果你是针对疫情 发布一些不实的消息 造成恐慌的话 是可以罰的 当然我想政府对郭董 可能言论是轻松开的 不过我要讲一件事情 这个疫情 如果造成过度的恐慌的话 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经济活动 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所以为什么政府会强调说 大家要警觉不要恐慌 因为如果你恐慌过头了 你反而会 本来没有要造成经济上 这么大的损害 你却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所以这个分级的调控 我想确实是有必要 大家虽然严正以待 但是一些过度的言论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 关于疫情听信专家跟医生 这应该是最标准的 是 我们再为大家整理一下 现在武汉肺炎在全球 有448例 因为刚才泰国又增加2例 有9死都是在中国大陆 很多人都想起17年前的SARS 这张截图是谁 是中国时报住在北京的 蓝孝威 我们的朋友 他在昨天在他的脸书上发布的 这应该是第一线的观察 这个人是蓝孝威 他是谁 就是那天在立法院跟徐国勇 对骂的那个记者 网中集团的记者 他全面防护 因为他跑到北京的 昭阳医院去采访 你看他戴着口罩 然后他告诉我们 他在里面上透露出来的讯息 是这个我们经过他的同意 才拿出来用的 他说武汉的肺炎疫情 如野火疗原般迅速扩张 北京20号传出两例确诊病例 各大医院的门诊 发烧病患门诊 人满为患 他想起了2013年的4月 他那个时候 也深入南京的鼓楼医院 那时候是N7 H7N7的禽流感疫情 他那时候连口罩都没有戴 因为中国大陆的警觉 跟我们台湾警觉的程度 真的差非常的多 那想起底下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台商其实有一个医疗险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事情 可以后送来台湾 那你看他这样子全面防护 他自己拍的 在北京的医院里面 抢挂发烧门诊的是这样 挤成这样 人满为患 所以必须讲 有时候你看到媒体的报道 中国大陆的媒体的报道 可能只是片段 或是有一点点 比如说他其实这个 现实已经是10分了 你看到可能只有2分 所以是不是要紧张 来 我们能够做的 其实我们在边防 就是我们的海关 或者把它做好 而且不是只针对这个武汉病毒 因为流感什么 麻疹也都会进来 所以所有把这些病毒 都要一起防 我特别要讲就是 现在流感 台湾的流感 还没有高峰 刚到高峰 现在已经死了43个 整个台湾 台湾这一波 就是从去年的冬天到现在 还没结束 大家也是要防流感 打流感疫苗 也可以避免跟这个混淆 因为你一旦发烧 症状都一样 医师要花很多力气 就赶快去检验什么 到底你是流感 还是武汉病毒 所以应该要打流感疫苗 类似这样 边防 还有我们自己做好该做的防卫 这些是目前可以做的 大陆不要相信他 那就继续观察他 我也不太相信 不相信你还是要做好你的边防 是 今天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针对了武汉肺炎 来开这个紧急会议了 而小英总统 他刚刚也有发布一段谈话 我们来听听看 作为国际社群的一份子 希望中国能够善尽国际责任 让疫情公开透明 并且与台湾充分的共享 正确的疫情资讯 这对中国人民本身 也是有利的 那么我们也相信 政治的讨量 不应该超越人民的保障 最后 我要再说一次 台湾是世界的一部分 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民 与地球上其他的角落一样 都随时面对健康风险的危险 也随时可能成为防治疾病传染的前线 再次呼吁WHO 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排出台湾 台湾 台湾就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线 WHO要有台湾的参与的空间 是 全球防疫不应该用政治因素 把台湾隔绝在外 这是想念总统刚刚说的 不过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说SARS 17年前的SARS 中国大陆对那一次的SARS 跟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到底一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快很多 我个人觉得有进步了 因为包括了在去年年底 发现了一个不明原因的群聚感染肺炎之后 一直到1月8号 其实他们就通报说全面升级 然后在1月9号就很快的叛毒了 中国大陆判毒 这是新型的冠状病毒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后续的发展 1月16号开始确定人传人 另外在1月20号病例急速丧生 我们问一下叶老师 是不是中国大陆已经有进步了 SARS是搞了三个月 还不知道是病毒还是将军 然后病毒做序列做了好久 然后检验的方式 连台湾4月都还做不出来 一个病例检验了7天 阳性的不一定阳性 阴性的不一定阴性 但是现在不会 现在两个小时就搞定 绝对确定 我们也很进步 台湾现在也很进步 大陆也在进步 如果说不相信大陆的资料 你要不相信他地方政府 湖北或是武汉 全国大概不至于 每个人都大家串通起来 我们一起来造假 所以又看看其他省 再下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因为不太可能 就是说国务院是下令说 他们怎么处理 那个病例马上增加 就是应该是习大大 讲说要怎么样处理 结果就忽然增加 200 300 坦白重关 对 就不敢隐瞒了 所以会有隐瞒这些 但是那个是地方政府 所以现在看到他全国 村印这一段之后 就大概会怎么样 这样